厨房盆子掉了 这个case是在downtown 盆子掉下来了 这个盆子掉下来不是一个两个了 比较有普遍性感觉 为什么呢 这些都是 我现在摸了摸 应该是防水玻璃胶 好像连石胶都没有 那可能是 你看这儿 防水玻璃胶对吧 那可能是掉下来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所以呢 先把这儿给刮干净 然后再用玻璃胶给它怼上 然后最后的支撑 支撑就可以了 好 现在开始啊 我从这底下呢 把这些胶呢 都清除 清除开来了 然后你看 这么多 这么多 都是 透明玻璃胶 这个肯定不牢啊 应该是 最好是石胶 但是这个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可以的结果就是 有风险掉了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重新来 做固定 现在呢 这个盆子呢 我就复圆了 并打了防水胶 防水胶 对 然后试一试 看看下面有没有漏水 把下面呢 做成 四个支撑架 支撑架稳稳的 永远不会再漏 永远也不会再掉 好吧 好 就这样啊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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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